2023年夜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23号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奥体中心驻体育场举行 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就是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杭州夜运村为第19届夜运会开放开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月18号下午杭州夜运村为蒙古国代表团举行了首场欢迎仪式 目前阿富汗等多国代表团一陆续抵达杭州夜运村 1000多名志愿者为特遣队提供包括旅行和活动安排在内的服务 据了解杭州夜运村还设有文化展区展示了40多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各国运动员提供了互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 第19届杭州夜运会的媒体中心从18号开始运行 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媒体中心包括主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 为世界各地的注册记者提供24小时服务 直至10月8日第19届夜运会闭幕 该媒体中心还为1万多名经过认证的记者、摄影师和广播人员 提供高科技服务设施和400个工作场所 第19届夜运会将于9月23日至10月8日举行 是继1990年北京夜运会 2010年广州夜运会之后在中国举办的第三届夜运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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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